前不久我这边找老猪要了一台GPD最新的VMAX2 想要好好的把玩下这台定位游戏半功二合一的游戏本 如果这么看的话 它只是一台平平无奇的小型体系本 但是当我们把盖板拿下来之后 就会发现另一玄机 竟然搭载了一套完整的手柄 甚至两个扳机也是线性的 所以用高情商的说法就是 这是一台既能半功又能玩游戏的全能本 当然还有一种低情商的说法 那就是半功不如半功本 游戏不如游戏本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GPD VMAX2的情商到底如何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外观 了解GPD这家公司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这个颜色是GPD的祖传颜色 基本上就没怎么变过 顶多会在材质上做做文章 本次的VMAX2采用了镁铝合金的材质 在我精湛的拍摄技术的加持下 总体质感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是吧 不过最让我惊讶的是它的接口配置 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 三个USB3.2接口 一个Type-C3.2接口 一个雷电4接口 均支持100瓦充电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HDMI2.1 跟一个3.5毫米耳机接口 甚至还有一个TF卡插槽 跟SD卡插槽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在机身的底部 还有一个可以加装4G SIM卡模块的接口 以及一个M.2的2230固态接口 即使扩容也无需拆机 这个接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可以说是非常牛逼了 但是不相信这是GPD能做出来的 满分10分 请将你认为的颜值分达到公屏上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各位最关心的 就是关于这台设备 到底是办公游戏全能 还是全不能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VMAX2搭载的这颗处理器 我手头的这台搭载的是 英特尔的1260P PL1功耗来到了28W PL2更是来到了恐怖的64W 这也能叫低压哟 与此同时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那就是VMAX2的这个小身板 它能顶得住着64W的TDP吗 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台设备的性能释放怎么样 我们在BIOS中 直接将TDP设置为64W 然后单考FPU 发现最高功耗可以达到51W 不过很短暂 大部分时间只能维持在38W左右 这个表现还是让人有点失望的 毕竟没有办法发挥出 这颗CPU的最强性能 但是好在12代CPU采用了 跟桌面端相同的大小核方案 1260P为12核16线程 4个大核8个小核 大核心的频率为3.4到4.7GHz 得益于架构的优化 使得它即使在35W的功耗下 办公表现也非常不错了 即使剪个片子也完全不在话下 如果单论性能的话 在CPU部分 办公是完全够用的 但是毕竟这是一台笔记本 办公方面的属性并非只有性能 比如说这个屏幕 就是对体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点 GPD VMAX2采用了一块 10.1寸的1600P的屏幕 这个尺寸在实际使用当中体验还好 并不会感觉特别的小 不过剪个片子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 浏览框实在是太小了 这跟那些大屏工作本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不过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便写性 所以在办公方面 如果你经常出差 需要一台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的话 我感觉VMAX2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看完了办公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游戏方面的表现吧 1260P的GPU模块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可聊的 因为与上一代采用了规格相同的96EU的XE核显 唯一不同的点在于频率提升了0.05G赫兹 除此之外 内存支持的最高频率 也从上一代的4266来到了5200 这些提升让核显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了约为10% 什么概念呢 就是40帧的游戏 现在能跑44帧了 这个表现基本上可以忽略了 具体的游戏测试我这里直接放一张图 你们自己看吧 这里我分别选用了15 20 28 3个TDP进行测试 实际上我们从数据上也能够看出 对比上一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测试的分辨率为800P最低画质 可能很多人会担心缩放后画面会变糊 但是得益于这个1600P的分辨率 缩放到800P正好是点对点缩放 所以实际清晰度在观感上还是不错的 相比掌机也会有更大的显示画面 这个画面表现你们觉得如何呢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这里还没说 那就是握持感跟重量 整体的握持感实际上表现还好 并没有感觉到太难受 唯一不舒服的只有这两个拓展背景 但是重量方面真的不是一般人能hold得住的 这可是两金尘啊 当然如果你是习武之人的话 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有个叫疯疯的朋友 经过多年锻炼练就了一对麒麟币 拥有一手好手活 对于他来讲就可以玩得很写意 但是对于大部分正常人来讲 最好还是找一个支点 可以是桌子 也可以是双腿 当然如果放到腿上的话 出风口散热的位置 貌似有点影响发育 所以说如果你是主玩游戏的话 我这边更推荐的是6800U版本 核显性能要比1260P强很多 续航方面各位倒不用太担心 GPD在这个小小的机身中 塞下了一块67瓦时的大电池 这个容量甚至可以跟很多 14寸的工作本相媲美了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在办公方面 相比传统的轻薄本 VMAX2的优势在于便携 对于那些经常出差见客户的人群来说 明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说的之外 它还集成了手柄模块 偶尔想玩玩游戏 也无需多带一个手柄 10点1寸的屏幕 对于办公来说也勉强够用了 游戏方面 如果你只玩游戏的话 那就别考虑了 替代品实在是太多了 尽管很多人看到这个手柄模块 会第一时间联想到游戏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台机器在游戏方面的功能 更多的像是一个附送品 它的本质 还是一台办公笔记本 毕竟在游玩游戏方面 1000克的重量 无论是对比手柄还是掌机 在舒适感上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最后说一下两个版本的选择 1260P属于办公性能强 游戏性能弱 而6800U属于办公性能弱 游戏性能强 当然大前提是 从事经常出差 见客户等需要长时间 将笔记本带在身边的人群 如果你只是用来办公的话 或者偶尔玩游戏的话 那么无脑选1260P即可 如果你的工作 就是简单的做个office文档 或者是对一些性能要求不高的工作的话 那么二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即可 毕竟这种程度的工作量 原本无法发挥出处理器的最大选择 至于那些经常又玩单机游戏的玩家 那么6800U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